在台中的慈忌志工王吉青 他长期投入环保 他跟同修师姐 牵手做慈忌的故事 曾经在大爱剧场演出过 虽然王吉青师兄 在十一号的时候 因病往生了 不过他的精进心 留下了最好的身教 政言上人鼓励大家 要用心来成就有用的人生 就像是在缅甸的慈忌志工 吉吉密 他遇到人就说慈忌 面对执意的时候 他用自己的体会来说服 因为他说做慈忌 不能少他一个 因为2008年 纳吉斯风灾的因缘 吉吉密看到慈忌人 协助的身影 他也跟着全心投入 天天向左邻右舍说慈忌 纵使在分属不同佛教的国度里 他用自身参与的经验来说法 在那样的佛教国度里 虽然也受到很多人的批评 可是他的信 这个花心坚定 见人说慈忌 他的花心力宴 无孔不入 无人不渡 也用自己人生的故事 来渡人的王吉清 与太太林雪珠的生命篇章 因为大爱剧场传播千里 他参与社区大大小小的事 也长期投入环保中 更把一家人都渡进了慈忌里 虽然在11号往生 但他说他人生最不后悔的事就是做慈忌 他说我的这一生中唯一没有遗憾的就是在慈忌里 那样的最后的道行是那样的坚定 脚踏实地的往前精进 把握时间文正法为人群付出 这样才是最有福的人生 大爱新闻曾经文 刘洪志华联报道